Hello 大家好 我是倉庫專家Ricky Lee 李傑銘 那今天呢 要跟大家分享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住倉庫的時候呢 跟那個租房子是一樣的概念 但是在租商業地產的時候呢 房負責的項目相當的少 基本上房東只負責屋頂和結構修理的部分 那其他所有壞的部分都是房客的責任 這個是跟著住宅相當不同的地方 那今天我來幫一位在國內的客人做這個Moveout Inspection 就是租約期滿了 然後要搬出來房東來檢查房這個倉庫 看有沒有損壞 給客人 沒什麼錯吧 還沒兩位在家裡 沒什麼好看 那兩位在家裡 沒什麼好看 有任何損壞的部分 房客要出錢維修 一等就是房客自己修好 還給房東 或者房客搬出去之後 房東找人來修 然後所有的修理費用 從房客的押金裡面扣 那今天 很幸運的 今天我這個案例是比較特別 我的客人 他轉租 SupplyScape 下一個房客 那基本上他轉租的時候 這個condition 就是完全是 就像是房東交給他的時候一樣 為什麼呢 他在疫情的時候租下來 但是沒有辦法用 擺放了一年 完全沒有用的情況之下 然後我幫他做轉租 租給現在的這一個房客 那所以可以假設 他主要交給房客的時候 東西是全部都是好的 那今天來做檢查 那這個倉庫裡面狀況相當不錯 地毯 為了要重新換 地毯很髒 但是這些算是房東的weer and tear 所以房東說他不收錢 但是倉庫的燈管 日光燈有四個燈管壞掉 房東就要收錢 你不要以為只四個簡單的燈管 因為倉庫很高 至少有14室 房東要換的話 他要請Handyman 去租一台升高車 叫Lyft 來換這個燈管 那這個就是好幾百塊錢 租這個車子要錢換時間 Handyman的車子也要錢換時間 燈管也要錢換時間 隨便收的七八百塊都是很正常的 所以我就立刻去找回 當初交屋的時候的Moving Inspection 那很幸運的是 我有找到那個照片 證明那個燈 當初交給房客的時候 是好的 因為這個房客剛剛在這個 Inspection 的時候說 他們拿到的時候就是壞的 所以意思就是說 這個押金應該是要扣二房東啊 不是扣他們的 但是我找到照片證明 那房東也看了 所以當下房東就說 那他可以全數歸還 燈管壞的部分 那個如果說現在的這個房客不休 那房東就會跟他們收費了 所以很幸運的是 我有做 當初有做這個拍照 documentation 所以這個非常重要 你們在組倉庫的時候 尤其在拿到倉庫的時候 盡量照相 把所有的地方都照下來 明明以後 房東說我給你的都是好的 那你用完之後壞的話 這些都要修 那今天這個跟大家分享 不要說三年 五年之後 租約回來 還要 押金上 還要賠一些錢 希望這些對你們都有幫助 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 歡迎跟我聯絡 謝謝 謝謝 谢谢